積金局主席王友嘉呼吁雇员 无需过分忧虑短期市况波动 而转换基金拖累长线回报 王友嘉在网接说 新冠病毒成为市场最大的黑天鹅 后续影响更难以预料 而打工仔感到忧虑亦是正常反应 如果在市况急剧下跌后 将强积金基金转换 很容易造成高买低卖 沽出后成为实际亏损 他提醒强积金属于三四十年的长线投资 无需过分着眼于短期波动 而短期内会退休的人 如果认为并不是理想提取强积金的时机 可以选择分期提取 又或者全数保留在账户内继续滚存投资